小男孩在馬路上奔跑嬉戏 三步並坐兩步 又跑又跳穿越車道 看起來好危險 你不要跨車就穿過去 才剛跑到對面騎樓 小男孩興奮招招手 馬上又起步要往對面衝 但這時對向一輛休旅車行徑 下一秒 小男孩直接撞上休旅車車門 整個人因為撞擊力道太大 重心不穩彈飛 跌坐在馬路上 差一點就命上輪下 所以就是他們爸爸 那邊叫我這樣就對了 對啊 他就責返回去 爸爸撞到的時候有感 你說有感嗎 好像是有啦 都有責備 小男孩差點被車撞 就發現在台中太平 附近民眾目睹著驚險一幕 指呼好危險 我是覺得就是小孩子 就是要顧好這樣子 未滿十四歲之人 在交通頻繁的道路上 任意奔跑 足以妨害交通的話 應該要處以新台幣 三百元的花環 警方說家長放任小孩 穿越馬路將依法開罰 但罰錢是小 若寶貝孩子出事被撞 家長到時候再多後悔 也都來不及 記者連元斌 許又翔台中常報導 遣